第三章,宇宙霸主们,虚空宫殿群的主殿,燕蒂闭眼默默站着,只是愤出一丝意识透过时空传递感应着罗锋那艘生物飞船的能量波动,一旦出现一种波动都会令他察觉,燕蒂未免太重视那人类了,竟一直站在着。 巴蜂尊者暗道,身为宇宙之主中的巅峰存在,根本没必要理会一个人类小家伙,可表面上巴蜂尊者依旧乖乖站在燕蒂身后,脸上有着恭敬和敬服,燕蒂忽然睁开眼,哗,前方虚空中浮现一画面,只见那艘生物飞船停下了,同时那金甲青年从中飞出并且开始凭空出现迷豪的碧绿光芒。 神国传颂?燕蒂露出惊涩,暗道,我这位三师弟难道放弃,要走了?空间封锁区域,照样可以神国传颂。 向燕蒂大陆的祭塔内就无法顺移,却能神国传颂,毕竟二者乃是不同原理,这人类刀河王肯定是怕了。 八丰尊者恭敬道,他也预测道,很多一族超级强者即将抵达,肯定是要神国传颂,逃回人类疆域了。 逃了也好,燕蒂露出笑容轻声道,算这小家伙走运。 是燕蒂仁慈,若是燕蒂出手,掌控一方时空,他连逃的希望都没有。 八丰尊者道,燕蒂只是微笑着看着那画面,没辩解。 恩,燕蒂面色微变。 只见画面中,罗锋一挥手,一头丑陋的一族不朽出现,先是匍匐向罗锋恭敬行礼,而后那头一族不朽跨入了迷豪碧绿光芒中,直接神国传颂离开了。 至于罗锋却没走,而是返回了生物飞船,继续乘坐飞船前进。 梅逃回去。 燕蒂皱眉,他派出一个奴仆回去干什么。 在其巍峨身影身后的八丰尊者也有些遗感。 第一位一族强者道了。 燕蒂露出笑容,转头看向另一处虚空,透过一层层虚空阻碍,令数万光年外的场景悬浮在眼前。 那正是一名腹部为银白色,背部为青黑色,且生有两翼的巨蛇,巨蛇额头生九脚,脚都有分叉且是弯曲的,仿佛枝条般, 九脚缠绕,好似王冠。 他的一双壁色掺杂丝丝金光的眼眸,阴冷扫尸虚空,似乎感应到燕蒂的注视,微微垂下脑袋,表示对燕蒂的尊敬。 妖族的协议教主,八峰之主说道,是个有野心,也很有实力的宇宙霸主。 燕蒂随意点评道,忽然他又看向另外一方向,虚空荡漾,浮现画面,一名手持着黑色权杖的尼瓦族老者出现,尼瓦族老者也感应到注视,也微微躬身,表示尊敬。 尼瓦智者,燕蒂轻声道,最先感到的两位都不一般。 第三位来了,燕蒂看向另一方向,眼前虚空将遥远数十万光年外情景浮现,那是一长相俊美类似人形,头上却有着两根笔大腿,还粗的弯脚,弯脚仿佛辫子般缠绕着神体,一双碧蓝色眸子仿佛星空的眼睛直透灵魂。 这一族强者也微微欠身。 玛沙尊者,燕蒂轻声道,他可是拥有一件领域类至宝,三者中,罗锋若是遇到他,最难逃掉。 八封尊者低沉道,协议教主,尼瓦智者,玛沙尊者,都是明传宇宙的超级存在,各个手段厉害。 协议教主乃是巅峰族群妖族的,尼瓦智者更是一个族群的领佑,玛沙尊者更有那件领域类至宝,刀河王罗锋遇到他们任何一个都难逃掉。 燕蒂露出笑容,三师弟,迎接我为你准备的盛宴吧。 燕蒂默默道,哄。 整个主殿供应的神力忽然减弱,原本那空间封锁范围一下子就锐减一百光年距离。 阎神秘境的虚空中,一座漂浮的星辰碎片上,协议教主那庞大蛇岩的身躯缓缓滑过,他的一双冰冷眸子遥看远处。 按照传出的消息,刀河王就应该在那。 协议教主发出宛如两颗星球彼此撞击的极低沉声音,刀河。 你的至宝都是我的。 错,直接瞬移,迅速逼近过去。 为我的尼瓦族。 我必须得到这刀河王的至宝。 手持黑色权杖的尼瓦族老者轻声道,同时也施展着瞬移,迅速朝消息中公开的方位逼近。 我有领域类至宝,如果再有灵魂类至宝,飞行宫殿类至宝,就算宇宙之主想击杀我也不容易。 妖异俊美的麻沙尊者抚摸着自己弯曲的长脚,一迈步便也顺移而去。 燕帝放出消息令宇宙各方势力都知晓,因为传播太广,一般宇宙尊者根本不敢插手。 加上宇宙霸主手段更强,导致最先赶到的三位都是宇宙霸主。 生物飞船减速停下,空间封锁消失了。 罗锋站在虚空中,看着前方无尽雾气,宇宙能量实质化,弥漫。 我这位二师兄怎么会好心地关闭空间封锁? 罗锋闭上眼睛,细细感应,他磨砂族分身论对空间感应,丝毫不比宇宙尊者差。 循着空间波动,一直朝燕神族方向延伸探查开去,清晰感觉到近百光年外的空间波动完全停止。 并非关闭,而是缩小。 不管你耍什么手段,缩小空间封锁范围,倒是让我省却过百年飞行时间。 罗锋挥手收了生物飞船,同时一迈步,便瞬移而去。 在罗锋瞬移的几乎数秒钟后,一道有着双翼的蜿蜒巨大蛇影凭空出现。 有瞬移波动,邪义教主碧绿色眼眸中满是激动兴奋, 他活泥蛙智者,麻沙尊者是出现在不同方位,彼此距离遥远得很, 所以根本感应不到彼此的瞬移,加上他邪义教主离的最近自然第一个逼近罗锋者。 对宇宙尊者而言,距离近到上千光年内,才有可能感应到瞬移波动。 一定是他。 邪义教主巨大的双翼一阵,那蛇尾一甩,连一个瞬移直接逼近过去。 罗锋是直接抵达空间封锁区域最外围。 我这位二师兄突然缩小封锁范围。 罗锋站在薄雾弥漫的虚空中,看了眼身后,难道那些一族到了? 管他呢? 罗锋化作一道流光,直接飞入空间封锁范围内。 轰,在罗锋飞入空间封锁区域内时,邪义教主庞大身影出现,他一眼便看到远处那道流光中的身影。 人类刀河。 邪义教主那极低沉的声音在神力传递下,直接传递而去。 错。 邪义教主迅速追过去。 罗锋保持着接近光速,在阎神秘境中飞行,回头看了眼后方追杀而来的邪义教主。 你追不上。 罗锋瞥了眼。 人类刀河,你逃不掉的。 邪义教主在后面追着。 罗锋根本不理他,依旧保持着近光速直线飞行着。 这已然是最高速了,若是速度再快,就达到光速进入暗宇宙了。 要知道,燕神族周围一片范围的星空的暗宇宙坐标是完全被遮掩的。 一旦进入暗宇宙,那就要浪费很多时间。 法则领域。 邪义教主忽然施展开法则领域,只见周围上一公里瞬间陷入时间法则领域中,罗锋也是如此。 哄。 罗锋神力燃烧,气息滔天,速度依旧保持近光速,丝毫不减低。 单单凭借一个法则领域,根本没用。 罗锋瞥了身后协议教主一眼,忽然连续两股强大,波动出现,令罗锋震惊,不好,还有其他追杀者。 协议教主也感应到不妙,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两道强大气息一前一后迅速追来,正是尼瓦智者和麻沙尊者,他们俩一前一后顺移抵达后,也冲入了空间封锁范围,也在后面追着。 罗锋陶,三位宇宙霸主追,可在空间封锁范围内都无法顺移。 哈哈,老尼瓦,协议,这里可是空间封锁区域,你们的法则领域最多影响这刀河王,想要击杀他困住他却远远不够。 看来,运气是在我这边,上天是钟爱于我的,灵魂类至宝也是我的。 在最后面的麻沙尊者却是哈哈大笑。 九千万沙河域,成。 麻沙尊者声音轰隆,在协议教主,泥蛙智者耳边响起。 只见上一公里内的巨大球形区域弥漫着无数的沙粒般物质,一颗颗微型沙粒坚不可摧,虽每颗微型沙粒的微能极弱,可无数沙粒会合,那微能简直能轻易湮灭一些宇宙尊者。 可恶!协议教主双眸满是怒意,遥遥看着那麻沙尊者,麻沙, 这质宝也有我一份。 麻沙尊者,别太毒了。 泥蛙尊者也看着后方远处的麻沙尊者,该是我的,就是我的。 啊,可恶的老泥蛙,你竟然敢攻击我。 麻沙尊者那俊美的脸蛋上满是怒火,没用的, 你灵魂攻击手段还不够,最多影响我罢了。 不跟你们俩啰嗦了,人类刀核,死吧,宝物归我吧。 随着麻沙尊者的操控。 哄! 无穷无尽的沙力每颗都散发着点点光芒,疯狂朝罗锋聚集, 随着无数沙力汇聚,威能不断叠加,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沙力漩涡,直接席卷向罗锋。 三师弟,你那几件质宝被夺走,可别怪二师兄。 谁让你想要这截假的? 燕神族虚空宫殿群主殿内燕帝观看着这一切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